人行道旁水溝蓋和周圍 明顯有高低落差 建案前方馬路用三角錐 圍成一條小路 日前有附近居民反映 因為建案施工 人行道毀損而導致摔倒受傷 這建案就位在台北市中山區 長春路上 而這也是民眾黨立委 黃國昌岳父所經營的建設公司建案 不過現在可以看到 人行道其實都已經 被鋪上水泥了 但是民眾在行走的時候 還是比較麻煩 因為得要先走到車道上 才能再上人行道 附近店家和居民深受其害 不過根據台北市公務局規定 建商動工時 如果有車輛需要行進人行道 就要申請人行道設置斜坡 並且得到許可才能動工 而這建案在今年三月才提出 人行道斜坡申請 四月份會刊 五月十號獲得許可 不過附近居民指控 在這之前建商就先開始動工 極力撇清 認為就是政治攻擊 但事實有沒有偷跑 相關單位還要調查 不過建管處也表示 有接獲民眾陳情 也要求建商在這個月十四號之前 必須修復 如果限期未改善 就會開罰 致電建設公司 截稿前並未回復 只是黃國昌岳父的建設公司 先前才被指控 一無二賣 如今又陷入 偷跑動工疑雲 TVBS的林隆士仲昇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